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Andy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小黑 有很多不管是移民到归国的 或者是在归谷创业的 还有在归谷上班的一大批人 他们在拦着自己 他们在归谷生活一段时间之后 有一部分呢 还没有足够的购买力 能够买到幸福 所以有一大部分呢 选择了小黑物 那小黑物 那我们来看一下小黑物到底 合不合适 我们大部分的投资人 或者是我们的主义跟资助吗 那经过一个转型之后 到底能不能释放生殖 那我们从经济场面来讲 美国一个联邦储备局 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 对市场的货币进行广告 在经济好的时候 他们就实行货币进缩政策 也就是降低购买股债 缩减股利政策 但是呢 现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高通战的时期 什么是高通战的时期呢 就像是现在 有没有发觉我们去把一些原材料 比如说去买骨头了 去买这个电线啊 全部价格都会涨 而且你去超市的话呢 你也发现什么肌肉 肌肉蛋癌啊 也涨得非常离谱 这就是为了高通胀 那为何高通胀 也就是美国他不断的发挥力 另外一点就是 政府的有些不作为 他没有去及时的去应对这个 供应链危机 特别是在一起初期 那果然他 宁可在家里面带着临政府的负担 他也不出去工作 所以造成供应链上面的一个人员完全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供应链危机 那供应链危机所带来的就是商品的价格暴涨 所以年代的商品的价格暴涨 也带着原材料的价格暴涨 那间接也就推高了反价的暴涨 现在个人认为 方态利率是历史的具体值 那现在的高通胀占率是百分之五 但是美联储的颅料是在百分之五 所以在明年他势必是会加息的 也会推高反贷利率的升高 但是有一点 现在的inventory还是非常少 特别是在贵宾这一段 因为原材料和能工成本的暴涨 就是在这去年 2021年的时候 超多原材料暴涨的将近百分之三十 有些同仙呢都把暴涨了 降近百分之四十 那美联储为什么一定要高速市场 一定是要对抗通货膨胀率百分之五 高通货膨胀率 使得大量的资金外套 那他释放在新澳洲 那大量的资金就会去全世界 预定为两年 也会使得其他国家本来就不好的经济 造成经济危机或者是金融危机 这是我们2022年所要提防的一件事情 那扯回来 那小黑股到底组织了投资呢 那我们不是说了 要看一个房屋的价值 那我们首先是要看土地 土地的价值一定都是往上攀升的 为什么因为人口越来越多 那人口不断增长 土地他也注重了 所以美国他的年头战略 他的目标是在百分之一 那硅谷这边他的inventory还是小 那就会叫做股林球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们是不是要再上车呢 如果2022年的话 我们修正会 还会像2021年的样子去冒着呢 那我觉得这当方面是不可能的 因为美联储客不断的 释放出这个明派的信号 所以要加息 所以反常他虽然是会放弱一点 如果造成其他国家爆发 经济危机的话 最后美国他也是无论度上行事的 所以我们需要看这个市场的行为 还有这个经济的模式 也就是说如果你买的是小品 你什么都不做 你在两三个月之后 你还是在继续争执的 虽然我的预估是2022年 他还是会会放弱 但是呢 没有人能绝对的预测到这个疯狂的市场 到底2022年会发生什么样子的行情 好那先话不就说我们去看一下客人的小黑屋吧 这个房子位于San Mateo County 那他的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房子是比较老旧的 是在1960年代建的房子 那他只有一个厨所一个厨房 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把厨房和厕所先翻新 翻新完之后他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进 那我们之后也会把门给换了 因为这些都是对一个房子是一较大的增值部分 那我们要把整个厕所全部都贴上 那整个厕所要全部贴上瓷装 那墙面上是贴这种四尺乘八尺的大型墙装 是非常大块的 现在是非常流行这种Porsaline的 难贴的系数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客人请看到我们就直接就把他做了 房间部分的话 客人他就选了这种Final 因为现在是Final是比较流行的 他是又防水又又防储物会刮 刮坏着地板的 还有这个Closet门他也要准备去拿去换掉 Closet门他也要全部换掉 那现在呢我们正在等这个墙装的切割 切割完毕之后我们才能做这墙装 那外面的厨房呢也是要等这个橱柜 橱柜预定好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安装这橱柜 还有那我们也利用上了这个小房间 小房间把它全部都改成一个Lounge room 所以之后我们把它主卧室里面空出来的 拥有的Lounge room 我们把它改成Master Button 好的看完小黑屋 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 但是我觉得购买小黑屋 永远好过以那些已经Flipping过的 或者是已经专修好的那些Listing 因为那些Listing基本上都是在翻新完之后 他会把这些额外的专修成本 还有能工成本全部都放进去来计算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能找得到这线下的 或者是off market的这些Listing 他们是没有经过Stagion的 那还没有很多人抢的 但是由于现在Inventory太少的缘故 所以很多买家看见了一些Listing 特别是还没有翻新过的 他们就很喜欢这些小黑屋 因为毕竟这些价格 它还是远低于这个Current Market Value 但是我现在要讲一个重点 就是不是每一个Listing 或者是每一个小黑屋都值得投资的 理由是什么 好那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小黑屋 它现在价值是100万 那有很多人make offer 那如果比如说你make offer 额外加了这30万进去 那就是130万的这个offer 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你在做贷款的时候 你本来你的贷款公司 它会根据你的这个房子的这个估值 来计算出这个房子 本身这个房子的估值 它只有100万 但是呢你额外加了30万进去 但是银行的估价是它估值完之后 它本身的价值才100万 所以你就要付额外的dumpayment 就是你要付额外的20万或者是30万 来cover住你的这个dumpayment 如果你没有额外付出这20万到30万的dumpayment 银行它是不会贷款给你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慎重考虑的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随着美联储的加息 那国债收益率它会慢慢的升高 随着而来的就是贷款利息的增高 那整个房子就会进入一个温和的状态 它不会变得非常的crazy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房价它又慢慢的就会往下跌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当初你的价格 它的估值是在比较低的比如说是在100万 可是呢你额外付了这20万或者是30万来买了这个房子 所以随着这个加息的可能性的增加 那它的房价的价值它也会慢慢的降低 所以这是另外一点可需要考虑的 但是呢如果你作为自住房的话 那就无所谓了 因为随着房子它本身它的这个land 还有它的这个location 它是最主要的增值因素之外 你其他基本上那就是等着它涨了 因为随着美国它的这个通胀率一直往上升 你的房子是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增值的 但作为投资房的话 那就要需要慎重考虑了 好了如果你有关于贷款或者是房产这方面的疑问 可以随时在底下留言区留言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加小铃铛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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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